我先講過漢的 所以他說賴清德會出來 我也加一啦 你也是押賴清德 對 因為我覺得第一個民調很清楚 第二個蔡英文到底知不知道 確不確定他要出來 這個我很難很難講 不過原本這場補選 大家想說郭國文 這國文過關 英文也過關 但現在不是 現在感覺上是 這個國文通過 但英文被當掉了 兩顆只能搶救一顆 不然兩顆都過了 基本上我覺得賴清德 其實他之前也說過了 三月十六號是他決定 要不要這個參選的說明 就三月十六號 他有說三月十六以後 他再來講說 他要不要參與那個黨內的初選 所以之前其實賴清德也沒有說實 他並沒有說實 那顯然他參選這件事情 他並不是說沒有放在心上的 也就是他之前其實就在考慮了 加上整個獨派實際上是支持他的 獨派其實在上一屆就支持他的 那蔡英文搞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獨派更不能接受 深綠的也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這一次台南補選守住了 止住了寒流以後 那就更加給獨派信心 認為說那應該一定要推他出來 賴清德對自己也覺得他有信心 所以你看他直接 今天的說話都是直接針對韓國瑜 感覺上好像就是明年就是 清流對韓流 韓流對清流了 門票已經要到了 就直接好像就是講明 你那把菜都擺在一邊了嗎